当地时间2月19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,谈及刚刚公布的粤港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时表示,大湾区规划的出台是一国两制新实践,这是香港一个重大的机遇,各界要牢牢把握。 林郑月娥称,新出台的大湾区规划纲要是一个指导性、方向性的文件,随着进一步研究、提出和设计一些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案,最终让3D人民都可以受惠。同时,这也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中的新实践。 因为大家留意到,在规划纲要的前言,已经说明了,这个粤港大湾区的发展,是属于国家发展大局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,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,亲自部署,亲自推动,对于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区行政区来说,更加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中的新实践。 2017年,粤港大湾区首次协助政府工作报告,随后3D政府签署深化粤港合作,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,中央并成立领导小组,2019年2月18日,粤港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。林郑月娥介绍,特区政府全城积极参与了规划纲要的制定。 特区政府是积极参与规划纲要的草议的,参与的方法当然包括我们直接参与过草议,文本是多次反复地去看,也都是吸纳了不少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。 第二,我们在草议文本给意见都不是自己闭门造居的,在过程中我们吸纳了香港各界很多的意见。 总共11张的规划纲要,从大湾区的背景、布局和一些指导性的原则,到如何具体去落实,均有全面的描述。 林郑月娥认为,这是香港重大的机遇,各界要好好把握。 如果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为香港提供很多的机遇,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好这些机遇, 恐怕就好像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7月1号的重要讲话里面, 他引述一句香港的重语,就是苏州过后,没有艇达。 所以特区政府一定会联同各界,就在这些发展的方向, 这些指导性的方向里面去寻找香港的机遇,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。 林郑月娥强调,规划纲要是一个层次很高,范围很广泛,内容很丰富的规划性文件, 需要香港各界加深认识,不断探索, 共同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,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而努力。 ใช้优优优独播剧场。 视频道具. 古兰国,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而努力。 俩要用灰国,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而努力。